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赛季将代表北京女排参赛 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3年1月15日 也就说22比23赛季中国女排联赛将会在2023年1月15日前结束 在东京奥运会无缘八强之后 就有人提议把女排联赛时间延长 让队员们有更多的实战机会 但就外媒爆料的时间来看 新赛季女排联赛还是一如既往的短 之前有国内媒体报道 新赛季女排联赛将于11月开打 如果1月结束是正确的话 那么也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比起土超一超的五个月 还是有些距离 拉索维奇是塞尔维亚女排重点培养的年轻小将 她攻防全面 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新生代主攻 国际赛场上虽然只有182厘米的身高 但凭借着手法上的变化和一骨子 冲进让她成为了一颗闪耀的新星 22年式联赛 对阵保加利亚拿到15分 对阵荷兰砍下17分 还多次融应塞尔维亚联赛最佳主攻 这位新星的加入可以提升北京女排的整体实力 但也会影响到两位鼓手的上场时间和锻炼机会 由于拉索维奇打的是主攻 加入队伍势必会挤压到金叶和王云露 两位国家队成员的比赛时间 毕竟请外援当替补的队伍还是非常的少 一般情况下都是让外援主打 本土队员担任替补 金叶和王云露虽然是终生代的球员 但他俩的比赛经验并不多 尤其是金叶 金叶在北京女排这几个赛季都是担任替补 直到刘晓彤 任凯义退役和不请外援后 才获得首发机会 21比22赛季联赛是他仅有的一次以主力身份打完全城的联赛 王云露跟随八一女排东征西战 不过和北京队的磨合时间较短 上赛季殷伤缺席 更是错失了锻炼的好机会 这两位国手都是新一届中国女排里比较重要的球员 两人在试联赛上交替上场担任李盈莹的对角 可就发挥来看并不理想 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国内联赛来增进自己的技术 但在引进拉走围棋后 两人中的一人恐怕将沦为替补 或者和试联赛一样交替上场 搭档外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